哈囉 利... 再一次 嗨 利TV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敬華 再一次321 嗨 利TV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敬華 我是陳昊森 嗯... 好 突然突然當機再一次 哈囉各位利TV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敬華 我是陳昊森 嗨 我高中的時候真的 還沒有被告白過 蛤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什麼課呢 你有嗎 我高中的時候 呃... 其實有 對 但那一次 我不覺得那個像很告白 他只是說 很欣賞你 這樣一個小學妹就說 學長 學長你 就是 游泳的時候 很...很...很帥這樣 然後就說 很欣賞你 但他沒有說 很喜歡你 我覺得可能 呃... 可能大家不敢追他吧 好 就不敢告... 因為會怕吧 會... 不敢靠近 覺得太... 太...太帥了 帥到有點距離感 這樣子 沒有耶 很好耶 他... 我是...我是真的沒有耶 真的嗎 可是我... 但... 因為... 因為你知道我有一個... 高中... 認... 現在認識的朋友 認識... 認識你 他說你那時候 剛轉學過去的時候 是... 風雲人物 你真的想一下 講一下是怎樣 沒有 因為我... 我原本在華岡讀書啦 然後後來我轉回來 台中... 華盛頓的... 就是... 轉回台中的高中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可能 因為在華岡... 台北 就是第一次到台北 然後我知道... 台北...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 在那邊我學會了 戴一些眼鏡 然後打扮自己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剛到我... 唸了高中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點... 有點特別 哈哈哈哈 就是我染了頭髮的顏色 然後... 穿的就是... 比較... 感覺很像時尚裝這樣子 哈哈哈哈 所以好像有... 就好像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可是... 可是... 真的沒有什麼人跟我... 真的確實的告白 對啊 嗯... 真的沒有 可能我... 可能我不講話的時候 有點兇吧 而且那時候我的髮型 是我把... 兩邊剃光 就真的要光 然後上面是一個... 像安全帽這樣... 很厚的頭髮 然後兩邊剃光 所以就是... 大家可能覺得... 喔... 他... 蠻... 搞怪的 有時候真的... 真的... 太...太帥了 會... 有距離感 對...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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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高中的時候是... 我... 可能比較安靜 真的比較安靜 然後... 呃... 都讀來讀往那樣 好像... 要認識你好像也沒有... 沒有... 沒有辦法 因為我那時候... 一放學我就要去... 游泳池練... 練習游泳 對... 所以... 呃... 上課的時候... 呃... 又很累 然後下課的時候都在睡覺 對... 所以我... 我其實都是... 呃... 在上課時間點... 時間點我都在教室裡面休息 都沒有跑出去 感覺如果我是學妹的話 我也只會... 在對面教室默默的看著她 對... 不太敢... 應該不太... 敢真的... 放著她的面說 我喜歡你 嗯... 我... 我如果是學妹我應該也不敢 我應該就是只會默默的每次你... 去... 就... 出教室我就會這樣默默的看著你 一定會... 盯著她默默的看著她這樣 可能比較... 比較外放的就是會... 尖叫 他來了... 哈哈... 但...但不會真的說 寫...寫...寫...寫卡片給你什麼 是的 我想... 刻... 我爸爸的名字吧 對... 因為我覺得... 呃... 呃... 我爸爸在我身上付出很多... 心力 以及... 他的... 一些... 時間 我覺得... 很... 這輩子最感激的人應該是他 所以爸爸曾經有教室你 是讓你覺得成長很多的地方 恩... 他... 應該說... 從他的付出上面我學到很多... 對... 他的... 不管... 不管是他的... 家庭觀還是他這個人... 身上的一些... 做人出事的道理 我覺得那個... 雖然... 現在聽起來有點... 對... 但我覺得那對我來講很重要 那... 那一切是... 造就我現在... 的... 所有... 面對工作 面對生活上面的一些... 應對 恩... 恩... 應對 我想要刻... 超人力霸王 就是... 就是... 鹹蛋超人這樣子 因為我從小... 最愛的卡通就是... 鹹蛋超人 然後我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好像只有在童話故事裡面... 好人永遠會贏 對... 然後真實世界我覺得... 真的是... 就是... 真的是... 用實力說話 恩... 所以我希望... 自己可以像超人力霸王一樣 就是... 不停的增進自己 然後打敗每一個怪獸 其實現在電視上... 好像... 好像已經沒有播了 但是... 恩... 以前會去看... 看那個動畫這樣子 比如說心動 比起說心動 其實我感覺更多的是... 恩... 我那個角色對他的愧疚 對... 就是在... 很多對戲的當下 我都覺得說... 當... 恩... 明明就那麼... 喜歡一個人 可是為什麼... 那麼的... 逼迫他 對... 所以... 比較多這種感覺 有時候... 他演哭泣的時候 我... 看的是會蠻... 蠻... 蠻...蠻感動的 我...之後... 我會去跟他... 講一些話這樣 對... 但... 恩... 剩下的狀態... 其實... 我覺得... 要維持住 因為之後還有戲要拍 對... 然後... 我覺得一定... 有很多時刻會很心動 對... 因為... 恩... 其實不只是... Birdy這個角色 我覺得... 鏡華私底下的樣子 其實都是很迷人的 然後... 有些時候你看到他... 不管是他的眼神 或是他... 他有時候... 不經意的一笑 其實你都會... 對我來說 我都會覺得... 那個... 那個... 那個感覺就像是... 哇... 很美的一幅畫 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他在演戲更是 就是... 你看得出來這個人 他對自己要求很高 然後他很想要表演得很好 然後... 你看到... 他為自己努力... 他為自己努力的東西 然後在一場一場戲之間 他展現出來的... 很... 無形中的魅力這樣子 就產生了 然後就... 會心動 嗨 利TV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靜華 我是陳昊生 謝謝你們一直從 科在你心底的名字 宣傳 就一直陪著我們 那... 我們的電影將上映了 在... 上映之後 希望各位能夠到電影院 支持科在你心底的名字 帶著你的家人 還有好朋友 男朋友女朋友都可以 一定要來喔 掰掰 掰掰